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园艺高手张崇岩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适合在春天播种的蔬菜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 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也是先来跟张老师打个招呼 张老师早上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张老师在上周的时候呢您也是跟我们介绍了 适合在春季播种的蔬菜 同时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列了一张非常这个详细的表格 我们已经发到我们的网站上了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上网查看 张老师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表格 列出了春天就是每个季节适合种什么样的蔬菜 那张老师像春天这个季节我们在播种的时候呢 有可能遇到有一些种子它是非常容易发芽的 但是有一些种子呢不太容易发芽 那我们在遇到容易发芽和不容易发芽的种子的时候 需要分别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能不能再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呢 因为影响那个种子的发芽呢 除了温度啊嘴巴啊 还有它本身它的种子它的结构有关系 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温度 一般种子的温度呢 它最好的发芽温度呢 一般在20到25度这个范围 最好了 高点呢它发芽呢 可能比较快点 低点呢发芽比较慢点 比如说温度合适 比如说四五天 温度低了 比如一个星期 温度高了 可能再短两三天就会出来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上海青啊 烈兰菜啊 这些菜呢种子呢 非常容易发芽 像现在这个温度啊 这几天的 我是说悬崖啊 这个温度啊 你少下去了 未两三天啊 它开始出芽了 嗯 星期最近非常的暖和 今天也是有三十度啊 最高气温 但是有的种子呢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说 丝瓜种子 就比较特殊的 它表面有一身霸黑的 亮亮的 蜡色的覆盖物 这些东西呢 就阻止了那个水分 往种子里边呢 滲透 种子发芽就要靠水分 由于水分呢 很难进去以后呢 它就不容易发芽 所以好多人 同于给它 吃瓜种子 这么种下去 所以种营 嗯 所以影响这个 针对这个原因呢 我们可以有几个办法 一个呢 把它在温度里啊 有五十度的温水 把它泡 因为温度呢 那个是东西啊 容易膨胀 水分容易进去 哎呀 但呢泡了 你泡了一天 就五十度左右的水啊 泡进去 当然不需要整天用五十度 就是你五十度的水 种子泡进去 泡到它慢慢变冷 没关系的 泡到每天 嗯 拿出来 用那个 静啊 水的布啊 把它包好以后呢 放在那个水的盒子里边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TKOI那个盒子啊 因为蜜蜂 外面能看着 观察方便 你放在里边 要不然一个星期 它就出芽了 还有呢 西瓜种子呢 它腰就比较高的温度 有的人心比较紧 我们早点动早点收 就种下去 但是呢 它不脆牙 有的人呢 石瓜种子掉在地上的 那边种了呢 不脆牙 这里呢 过了一两个月 这个鸡铁子一大杯长出来了 就是呢 它的高温 它需要 一般有三四度以上 你不去脆牙 它自己就都长出来了 嗯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 就是 吃瓜种子啊 你用那个指甲铁 或者小剪刀 你那个边缘 把它剪开一点 或者呢 用这个瓶子呢 把它夹一下 像我们刻瓜子一样的 刻刻裂缝出来 这个瓶子呢 有了瓶以后呢 出来的表面像蜡呢 就起不了阻挡作用了 那水分 生着这个瓶啊 这个小洞啊 这个缺口啊 进去 那就比较容易发芽 还有 我们有人喜欢种荷花 嗯 从网上经过的这个 这个鹅啊 荷花啊 这些种子 碗莲啊 这东西呢 它可以是蛮厚的 嗯 我们可以呢 用沙子啊 把这些水移这种磨一下 把表面那个壳啊 磨个小洞 但是呢 小心 不要把里面的人啊 把它磨掉 磨坏 磨了以后 放在水里边 它也就会很快地 把长出牙了 一般呢 大概三四天啊 就开始一个小的绿芽出来了 嗯 一个星期 它可以长了十几公分了 就长下很快的啊 嗯 它又非常快 呃 长了高 因为叶子啊 才能够出水面 就是这个荷花的情况 对吧 对 嗯 嗯 看来也是有一些小技巧啊 对于这个不是太容易出芽的一些种子来说 那张老师现在也是有听众等在线上了 我们也来听一下听众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吗 好了 这一位是杰丽 杰丽早上好 啊 早上好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嗯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今天 啊 我想请教张老师呢 那个有一种番茄叫做牛腥番茄 啊 啊现在是时候这个时候播种呢 可以种啊 番茄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种啊 像那个番茄那个种子呢 我是不是要去泡水 还是可以直接把种子放在那个地面上呢 呃 你直接种也可以 泡水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 牛腥番茄呢 假如你买来的也不便宜啊 大约有四块多一包 啊 啊 你可以 月苗先泡一下 泡半天就可以 半天 啊 泡水半天就可以了 泡半天 再去拿个小盆子 或者那个月苗盒 也放在比较细的土 把它一棵子种下去 这样子 很薄的 在三十岁以后呢 就让它 没有几天就串了 泥土不要干它太多是吗 泥土要 哦 对太厚 不要太厚啊 因为番茄它比较小 哦 太厚它错牙就困难了 哦 这样它是需要 需要啊 每一天都去浇水吗 种了苗之后 放了那个种子之后 看你怎么样了 你放在露天 那最好就每天叫水了 现在天满热了 哦 因为它也种的比较淺 表层头一干了以后了 它就湿水了 最好呢 最好上面有什么东西啊 有塑料布把它盖一下 哦 哦 给它盖一下 不要给它养光 但是你要注意啊 不要盖了以后再放在太阳晒 因为这样水了布一盖以后 放在太阳一晒以后 里边温度要四五十度 灯至六十度 再把房子都烤熟了 哦 假如在水了布 来放在阴点的地方 不要太阳直晒 哦 可是到了它掌苗之后呢 我们应该种的位置 是在有阳光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 完全一定要有阳光的 疫苗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放在那个阳光 很晒的地方 给它曝晒啊 对对对 哦 它开始长牙了 啊 脚膘出来了 有两个直接出来了 以后呢 把上面那个塑料布啊 拿掉啊 让它透气 哦 还有不要一下子 把它放在太阳下面 就慢慢地过来 哦 有适应过程 它适应环境啊 OK 还有呢 我请教一下 我发生 我已经种下去了 像现在 我就是 天天都是要 发生 这是要浇很多水的呢 哦 因为这个条件呢 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这个地你所说的 因为你种地里面嘛 每天有太阳的 表层土干就要很快 哦 那你每天叫水 哦 就要是每天叫水 太阳比较少了 最主要看这个土啊 干不干 像我就是要用 用水 看是吗 它干就浇水 不干就不浇水 是吗 对对对 哦 因为水菜做太烂掉了 哦 水菜做太烂掉了 哦 OK 因为种化生的土啊 要杀土就好 要湿松的 哦 松松 哦 哦 哦 OK 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杰尼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张老师啊 现在呢 线上还是有一位听众在等候 我们再来接通一下 听众的电话好吗 好的 这位是王先生 王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张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个 关于在西尼种荔枝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在西尼这个地方 种荔枝 哦 我想问一下 在西尼种荔枝行不行呢 有人在种 因为我没有种过 哦 是这样 因为我种了几年 因为现在他比较喜欢卵的 对 对 所以因为我种了几年 可以了 可以是 因为现在荔枝 写荔枝气温越来越高了 哦 我种了几年 就是开发 它是结果 结了几个 结的很少 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是我自己没搞好啊 还是什么原因 你这样可以通过那个 用那个肥的成分来 来来来来来 来管理一下 因为 你既然能开发了 又能结果了 证明这个气候呢 还可以 哦 当然不是最好 但是还能结果的 那结果我们呢 可以通过一个 到开发之前 一个作用性的 零甲肥 零甲肥 零肥 因为零肥呢 促使牙生长 有了零肥 会促使它变成了花牙 开发多了 哦 零肥是个什么东西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 零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东西 等会啊 你现在慢慢再来啊 还有个钾肥 哦 结果呢 它需要钾 哦 还有呢 这个盆 哦 这盆啊 去烧盆 一开了花 但是盆呢 就影响花里边的生殖气管 就是说它花盆 它的这个脂肪 去了盆 它就发育不好 发育不好 但是你去帮它收缝 它也不能收尽 嗯 所以呢 就是你一个挂果也挂不多了 啊 嗯 这刮了果 开了花 就是一个小果它也会掉 嗯 还有呢 那个鎂 啊 就鎂呢 也能帮助它的水果呢 那个盆大 嗯 增加甜度 增加叶子的光合作用效果 嗯 这其中要这个成分呢 你可以要增加啊 尤其在开盆之前 因为这个才华比较少 嗯 你可以什么呢 最好的零肥跟甲肥呢 就是零酸二性甲 嗯 零酸二性甲呢 在邦尼是没有买 但是在有到比较大的花谱呢 啊 就供应啊 哦 十块钱 多块钱一公斤啊 你回用 OK 效果很好 OK 鎂呢 就 鎂呢 在那个搬业是有鎂的啊 哦 OK 就是 X-SAL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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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零甲 鎂 这个东西 这三种肥料是最重要的 零甲鎂 钙 OK 这是影响果树结果 刮果树盆大 多甜不甜啊 这个主要的元素 OK 那我什么时候到那个花谱啊 什么 卖这些东西的地方 去问一问他们有没有增肥 是不是 嗯 OK 还有呢 嗯 你可以 加我的email 我会帮你找 OK 因为我在群里面提供给大家的 啊 OK 提 提 好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啊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您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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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老师啊 我们继续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啊 就是春季的时候如何来播种 您刚才跟我们介绍了有的种子比较好发呀 有的种子不好发呀 可能取决于这个温度跟温度相关啊 那除了跟温度有关之外 会不会也是跟种子的这种新鲜程度有关呢 对 种子的新鲜程度呢 会影响到发芽类 比如说韭菜 大葱 葱之类的 这个比较敏感的 好多人买了 到外面去买那个种子 韭菜种子 播种下去 一个月两个月都不进出来 再去买再去 又是这样 因为他们不知道呢 韭菜种子的新鲜程度 就会影响到那个化芽率是很大 割了一年的种子 基本上不出芽了 就是百分之一二 从那一打八戒下去 只长出了一根两根 因为太细了 因为你看到 看不到一个韭菜长头了 就翻掉了 所以韭菜种子的一定有新鲜的 这个提醒大家 因为它表面呢 原因是比较厚的 是你发 最好呢 播种之前呢 要吹牙 用水呢 把它吹下牙 吹了牙以后 再泡半天 放在师傅上面 用那个take away 那个打包的盒子 把它弄好 这样呢 过来 温度是合适 它这个两天三天 就开始猫出一个小的白点了 所以这个种子呢 这个种子呢 这个种子呢是好的 可以种的 我建议 像这种种子呢 一定要先吹牙 假如你一个种子 人家给你种子 好性给你了 或者你去年 从活到现在 中间种了 结果呢 它失去的发芽能力了 你种下去浪费时间 这个非常失望 所以呢 通过那个吹牙 以后检测这个种子 好不好 嗯 吹牙了 准备好了 你种下去 那就100%的 保证你呢 那个种子 韭菜来的 嗯 那如果吹牙的话 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呢 泡半天 啊 12个小时 早上泡 晚上 拿出来 放在这个潮汁的布 盖好以后呢 放在盒子里边 大约3000 就看到了 当然了 根据你的房间里的温度啊 现在这个天气啊 你3000可以了 嗯 那如果三天过后 看不到效果的话 是不是就说明 这个种子不太好用呢 对对 也过了一个星期 再不出牙了 那个种子就不好了 当然都会有 会丢至九层的种子 它也会一发几个 那就很少 嗯 那需要你一个 大把的种子下去 让它长出来的 把它取出来种 嗯 还有呢 假如我所有的种子 那秋天所有的种子 我明天从前也要种嘛 那你就保存在 那个冰箱的冷藏部分 在低温下 你可以延长它的发芽率 可以保持它 在高温 它容易是去它那个发芽率 所以我们所有的种子 你不是马上要用的 最好你们准备一个盒子 塑料盒 密封的 把所有种子都放在这个盒子里边 放在冰箱这个冷藏部位 这样你的种子呢 可以延长它的寿命 每一个像我们比较大的国家 我们中国美国英国啊 都是有一个种子的图书馆样的 它把世界各的种子都藏在这么一个房间里面 温度很低的 要不然气候变化了 那些宝贵的品种啊 就流失了嘛 它就要保存 就低温呢 这个延长了 它的寿命 嗯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种子的新鲜 它有的种子呢 它是秀明期的 哦 比如说 我就碰到过那个季菜 有当时期啊 我们种季菜 大家都做季菜 找了种子 撒下去 好了 就不看起来长出来了 但是 由于我们不懂呢 季菜它种子有个特点 新鲜的韭菜的种子呢 它有一个修明期的 哦 所以呢 我们马上要种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韭菜种子包好 放在冰箱里面 放两个星期 有的人放几天也可以 那我建议你放两个星期吧 嗯 通过低温 打破它的寿命期 哦 让它可以啊 还有呢 我这里正在说一下 韭菜种子 我试过好几次了 摸下去都不看见 嗯 那怎么动呢 用个大的容器 用比较细的头啊 细的头先把它爬平 爬平用东西拍一下 用木板把它拍平 拍平呢 拍精湿一点 拍平以后 就把那个季菜种子啊 撒下去 但是呢 我们撒不去泥 这个太小了 你沙子还小 那么我们可以用那个 那细的沙子啊 用那个十几倍 二十几倍 甚至一百倍的沙子 看到那个种子多少 把它搅浑 搅浑也在冲 就要撒 通过这沙子 撒下去的那个种子呢 就很均匀了 因为花样呢 也会均匀 假如你不这样做 很可能是 这一大块没有 那个芽出来 那里呢 有几堆的就是 密密麻麻长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 嗯 撒了以后 再用那个木板呢 再把它拍一下 拍一下以后啊 那里的东西上面再盖一开 浇水 用物状的水啊 浇 浇了以后呢 让它涂浪是润 上面再盖一个东西 热光 嗯 这其中的掌握什么特点呢 因为这个种子呢 要露天了 掉在土里边呢 它就不花样 所以我们撒在表面 还有呢 因为太小了 假如你个土 不把它拍平 有很多坑坑洼洼的 种子呢 会掉在大的土 土壤中间去了 它就没有办法发芽了 所以呢 我们把土呢 再弄在像水泥地样的 把它挂平 拍平 给种子撒上去 再把它拍了以后呢 那种子跟土壤呢 充分的基础 不会有某一个种子 露在表面 嗯 种子要在表面 但是要完全包在土壤中间 嗯 这样呢 可以保证种子的发芽 嗯 这个很快 也是三天左右 就开始冒出小 很多小鸭出来了 嗯 那喜欢种技才的朋友啊 也可以去试一试 张老师的这种办法 那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 也会把所有的节目内容 放到网上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来回听本期的节目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没有办法为大家 继续介绍这个 千叉的注意事项页 请大家在下周的时间呢 来留意收听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张老师做客 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和陪伴 我们今天早上 两个小时的 中文普通话节目 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 我们明天早上 七点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